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如果有必修的课排在早上很早的时间段 我一般会有两种结果 要么是我躺在宿舍的床上一节课就这么睡过去了 要么是匆匆忙忙起来 爬起来赶到教室去 然后在课上还是一副昏昏沉沉的样子 复旦的选课也是非常自由的 所有的课程都有你自己来安排 上午下午晚上都可以排课 但是一般我不会把课程排满我的所有的时间 因为我还需要时间来消化我每一天学到的新鲜知识 超复合的课程安排可能会适得其反哦 也许你会有很多想要学的选修课 但是我的建议是一个学期选一两门就可以了 因为每天早上起来的很晚呢 所以我的课都是从三四节才开始的 而后面的课也是密密麻麻的排满的 但是这样下来会导致一种后果 就是上完一节课之后呢 就要赶快下楼骑上行车 奔到下一个地点去上下一节课 整个学期这样的过程连续下来之后会发现 学期的效果并不如一开始排课的时候想的那么好呢 学校里有非常丰富的社团活动 总有一款适合你 一般来说社团会把社团活动的时间定在丑尔的下午 这个时间段呢 学校里一般排课也会比较少 所以我会选择把这一天空出来 然后去参加很多我感兴趣的社团活动 我的生活当中呢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 所以很常见的一种状况是 我的正常还没有干完 社团活动就已经铺天盖地而来 然后我就兴充充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早把那些正事忘了酒消于外去了 因为很多的课程呢 都是一周只上一次的 所以说我会选择在两节课的课间 把上一节课的东西温习一下 如果说早上没有早课的话 我也会提早来到教室 把上一周学到的内容复习一点 这样子就能跟接下来的课程内容完美地剪接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中 这样子激动的零碎的时间是非常多的 如果能够好好利用的话 一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平时都忙于其他的事情 根本没有给自己安排一些复习的时间 所以我的复习实际上都是到了期末考试之前 才开始的预习 这个时间段呢 是我给自己留出来的吃饭时间 也是学校里食堂人流最高峰的时间段 一般来说呢 如果是在本部我就会去 但愿也就是本部食堂吃饭 如果是在南区上课的话呢 我可以去南区食堂吃麻辣香锅 或者去南小时吃肉饭 老牙粉丝汤 石锅拌饭 我曾经还选过在北区的体育课 这样就可以去我最喜欢的北区食堂吃饭了 因为中午呢 要赶着下午课程交的作业 或者是有一些天海报之类的社团活动 所以中午的饭吃的就不那么规律 都是在下午上课之前 用一个饭团逃跑了事 同样的道理 晚饭可能吃的也不是那么规律 但是这样一来 夜宵就会吃得特别的欢快 只是会出现一个后果 是要担心就是体重 也可能会成指数倍的往上增长 如果今天晚上没有晚课呢 我会早点回到寝室 然后洗个澡 整理我的内务 然后再去做接下来的事情 说到内务呢 像我这样起来很晚的人 都是赶在宿管阿姨要推开门 去检查了之前的那一段时间 匆匆爬下床 然后拿起扫帚和波及 然后把内务悄悄打扫一遍就结束了 所以对于内务的成绩呢 我们也并不是特别的在意 我一般呢 会选择在10点半到11点半 这个阶段睡觉 毕竟这是最健康最适合睡觉 我的时间 当然偶尔有的时候有特殊情况 我也会选择刷个夜 或者是通个宵什么的 但是一般那样子的情况 我第二天就会感觉整个人 都被人打过一样 所以说宁可早睡早起 也不要通宵熬夜 但我每天要睡觉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已经是第二天凌晨的 两三点钟了 因为很多事情做着做着做完了之后 一抬头发现已经是这个点了 那当然也是没有办法的 当然就会导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是十点往后了 你可能会觉得我这样的人生 过得非常的颓废 甚至有些凌乱 但对于我来说 对我自己而言 人生得益虚请欢 该当的时候就得了 可能你们会觉得 我这样的时间安排表太拼了 但是其实我周末的时候 或者是平时没课的晚上 也会出去玩 也收获了很多的好朋友 但是我觉得学习才是第一位的 学习完了再去浪 这样子心理负担也会小一点 另外我觉得在一天结束的时候 也就是睡觉之前 我们可以好好的反思一下 我们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我们浪费了一些什么 有收获了一些什么